约伯记第二十六章 约伯回答说 无能力的 你怎样帮助他 绑壁无力的 你怎样拯救他 无智慧的 你怎样教导他 显明你丰盛的智慧 你靠谁发言呢 使得灵从你而出呢 阴魂和在水中居住的 都在水下痛苦不堪 阴间在神面前 赤露敞开 灭亡之处也没有遮盖 他把背脊铺在空间 把地球挂在太空 他把水包在密云中 水下面的云却不破裂 他遮蔽自己宝座的正面 把云铺在上面 在水面划出界线 直到光与暗的交界 天的柱子 都因他的斥责振动惊奇 他以能力搅动大海 以聪明急伤拉哈勃 他以自己的气 是天晴朗 他的手刺穿逃跑的蛇 这些不过是 他的座位的一点点 我们从他那里 所听到的 是多么的微小 他大能的雷声 谁能够明白呢 这些不过是 之后 你又想不过是 以后 你会想不过是